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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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 ABC 今次有個特別安排 我們錄音時是星期三晚 8月2日 晚上大約8時半 麻煩大家分享 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記得擊散所有的影片 正所謂有港利台 無窮人 今天我們有些特別安排 由於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是星期三錄影片 市場update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review一下C1 不過這個星期頭 好像很多大件事 當然啦 今天做節目 港股已經跌了五百點 還有一件大件事 我們看看 這個也很大件事 這個可以是股災的劇本 金融危機的劇本 一路上演 好了 首先我們上星期說到 直男其實漏了口風 review yield curve control 開始有人動手 那些交易員 大基金島 什麼呢 大基金島 YCC放鬆 日本債息升 炸息升 日圓也狂升 所以他就是沽空日本國債買日圓 大哥 我認識過日本投行的人 約了他們吃飯 他們都放飛機 早一天 不知道是不是很大件事 是呀 是呀 這次買回日圓 今次令到拆仓潮 基本上容易引起 因為幾次都可以看到 由90年代開始 當日本第一個成為零息貨幣的時候 有很多人已經習慣了 要投資 借日本日圓 然後手台上有大把水 因為借日本日圓零息 於是周圍投 其實A軍所認識 一個開始周圍都是 Diquidity 即周圍都是水一年代 其實就是由日本零息開始 所以每一次 日本無端端 日圓強 甚至今次 竟然說 退出零息政策 哎呀 可以說 有少少翻天覆地 打破之前二十幾三十年的玩法 是呀 這是非常之大件事 這是金融風暴的起手息 即是說 借錢的載體無端端 就增強了貨幣 那你就要沽貨還Yen Yen超厲害 其他東西都大跌了 巴菲德買完日股 沽貨離場再有高Yen 這次看來真的贏得開項 這次看來真的 你不敢做事 你就是賭 他知道的 神經病 你怎樣跟他玩 是呀 老實說 日本仔 這個話 退出YCC 之前 當然要問老美準不準 而老美 不許他這樣做 你猜巴菲德 知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知不知道 不過要我猜 我猜他一定知道 這些上流社會 跟下流人的分別 那這個星巴克上季收入順預期 那就收入少了 但是中國市場生意好了46% 不是中國經濟很差嗎 這些西人經常說中國消費很差 但是為什麼會是中央那裏 那個星巴克都說中等入息 那些飲品 喂 怎麼會是中央那裏 但是他整體會跌的 整體會跌的 就是說美國的消費不點 不是吧 我一向看報告 老美不是這樣說的 是啊 每次他升市都說自己經濟好 家元說 87年以來就已經是這樣 那北美市場呢 增長只有7% 然後國際呢 拉雲就24% 但是中國市場 你說老美經濟很好 那這個呢 他應該全世界都差不多價錢 大陸有40多元人民幣 香港有40多元 整個餐這麼貴 神經病 我想到什麼原因了 什麼原因呢 很明顯 老美那邊的寫法就說 其實星巴克呢 我嫌他chip 所以就留給那些chip人去喝 我們是會upgrade的 我經濟還是很厲害的 那upgrade喝什麼呢 那已經很簡單了 日本污水 就是有些原子能力 水有增加 是呀 很可憐的 另外 這個英國石油 給你看一下 油價下跌 盈利跌7成 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些江湖傳說 老英打算再開採 這個屈海石油 突然吹下去 是呀 那就是正常 這個 說說有冬天 對啊 8月8日過後 立秋 上個冬天 這麼暖 這次 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 不知道 沒有得猜 因為有些人說 越來越熱 但是A軍心裡最怕 就是夏天是極熱 冬天是極凍 走兩邊 即是極端天氣 AMD 即是超微半導體 收入信 估計 這些 如果你還做晶片 當然是難搞 唯有靠AI 晶片 有NVIDIA 這麼厲害 第四季才開始 入到帳 行政總裁Lisa Su 似乎是華人 為什麼華人做晶片 是不是IQ 到某一個程度 財務總監就先呼 所以你說 是不是要智商到某一個程度 才做到半導體 我想入圍的時候 你也是要那類人 那類型的人 那類型的人 已經是告訴大家 知力低極都有個譜 而且他們又聰明 除了說 要搞這些半導體 本身就已經複雜了 還要找對場 你很早已投入 現在是GPU 其實在一個 這麼高智商的競賽 還要在這麼突圍而出 還要走對路 其實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是的 接著 美當局調查 Tesla Tesla 留意 電動車軚盤 失控投訴 各位聽官 Tesla Model 3 就是在說 28萬輛都受影響 哎呀 你們留意一下 我真的要頂不住吐槽 就這樣 我們一直都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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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太突出的壞處 這些缺點都突出來了 它的電池又不太行 自動導航 A軍 早前我們報道過 馬斯克 想搞 LV5 導航 A軍 應該說 就我手上的資料 我未看到可以去到這裏 現在基本上 連這個 電鈕盤都出事 其實都幾大件事 回心一看 如果是我們中央裏面 A軍有朋友回到內地 坐下 試過一個多小時上了一輛 就是上了一輛大盤展翅那輛 大盤 Model X 但去到大盤那裏 我的朋友告訴我 我一個小時 手只按住軚盤 因為法例要按住 但我沒有控制過 一個小時才行 這樣嗎 是啊 不止 A軍 劇頭花星期六日 A軍又不上尋寬 其實這次很想試一下 有沒有機會搭到無人的士 你找到嗎 你打算找到無人的士 我特意想找到的 看看是否找到 因為那隻蘿蔔跑得快 即是千度的品牌 千度的搜尋器 去做 水滾 水滾搜尋器 水滾溫度 水滾溫度 搜尋器 做一個蘿蔔跑得快 已經趕了很久 應該是Level 4 在特別的地方 是完全不需要人手 現在真的做到 真的讓我想感受一下 因為A軍 手車實在太過糞便了 A軍長期沒有怎樣開車 其中一個原因 如果翌日可以做到這樣 嘻 還突出什麼司拉 我全部用了 蘿蔔跑得快 和大鵬展紙都怎樣 好好好 然後 這個 上個星期尾 今個星期頭 發現 交易員要做撞擊準備 因為有千億國債發售 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三 就完 星期三 不怪得 星期三 正是今日 都不斷進入 管子哥 跌成這樣 這個肺 對 這樣 不斷吸水 好像搞不定 劇透一點 其實A軍 今天都不斷看過 十元債息 升穿了4厘 對 他還說明 今個星期 想沽長債 這樣真的很合 這個劇本 這裏就說 一個 TREASERY BOND 即是美國國債 孤售的浪潮 買出的浪潮 SELL 應該是SELL 浪潮 所以 就要做好準備 那個數目是多少呢 一千億 真是大家小心 所以 有這麼多訂出來 立刻 那個Yield就上回來了 是啊 頂不頂到 這個 還有屋樓兼逢年夜宴 我們再看 接著 卡什卡里 他就說 通脹前景很樂觀 快沒通脹了 又裁員講盡 自我實現 那些東西沒有人買 通脹回落 油價又 說低了 但又說油價好像高了八十幾元 現在已經是 他說這番說話 錄音的 或者是 他的劇本要他這樣說 是劇本逼他錄音 是啊 他就估失業率會增加 仍然是一次軟墜 很明顯 他在聯儲局裏面抽了要唱好的 那軟硬怎麼說 軟硬著陸呢 他說 怎麼為之軟呢 那就是不會有重大失業問題 或者有GDP負數 這個就沒事的 他都做完了 沒有問題 不過股災就不包 聽說 應該就是這樣 理論上聯儲局呢 就是看著 price stability 和maximum output 只是理論上 所以他就講回 理論那套的definition 是啊 就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 芝加哥聯儲銀行的總裁 古爾斯巴 Busby 他是有得投票的 他說聯儲局呢 應該可以成功壓通漲 通脹又沒有 經濟又不衰退 那就繼續炒美股 哦 但是呢 這個日本YCC 蠢蠢欲動 這個時候這樣唱好 哎呀 真的沒辦法看 除了上星期介紹了一個淡友之外 花旗也斬手指 花旗想著美國會衰退 今年會衰退 明年才衰 總之就是 標普升至5000 標普升至5000 怎麼又創新高 又創新高 那哪有事呢 不過明年很有誘因 創新高 因為燈神 要連任 是不是這樣 沒錯 而且 A軍 又要說一下 不少行 都有一些 關於經濟的報告 其實聯儲局 都做了一些index 顯示到 和其他的index 因為其他的index 一早就已經說 老衛應該是要衰衰的 但是沒有事發生 為什麼呢 聯儲局自己做的那個 就發現了一個重大因素 令到現在還未衰得住 應衰而未衰 C軍知不知道那個因素是什麼 嘩 還有得吹是什麼 這個因素 A軍也有點敗 他就發現 那些資本投資 多了一段 為什麼資本投資多了 就是屈啊 屈了這些彎彎 和藍航 那些晶片廠過來 所以突然多了很多capital investment 帶動了 整個capital investment 令到那個衰退延遲了出現 嗯 對了 有這個替死鬼 下去戰下去 是不是 戰屍底 哈哈哈哈 那就補一下就業 補一下就業 還有每天都要花錢 所以就戰了屍底 但是鴻海好像早幾個星期才斬了手指 那又變了就 大哥退退了 延遲的 所以令到英姦衰退未出現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覺不覺得這幾天這個美股還行 都算是頂頂地 對 斜派武功的功缺 還行即到地 不用等的 有什麼爆邊都是哄你入局的 還行即到 可以洗的 好了 這就是 惠譽今天的大新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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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美國出了很多長債 你看到十年債 會升穿了四 好像麻把的 那 這個Fish 就要做事 了 降美國主權信用評級 A軍大鑊 由AAA變成AA加 這件事令他想起十多年前 就是第一次標準普爾的 降老美主權評級 那時候好像世界末日那樣款 哪有事 AAA和AA加 在這個 你認識的人 就知道我說什麼 在這個 算這個 信貸風險的徒分 再降一級 但是你不要以為 Fish 好鬼死正直 和什麼不阿那隻 大哥 只不過 他應該和其他行 看齊了 是啊 還要遲了十年看齊 人家很早已經降了他 然後他還說 因為他們 債務上限 債務上限 債務上限發了很久 對 所以 其實他給我這個理由 我真的抓到頭都穿了 如果根據他這樣說 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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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解釋 就是債務以後再沒有上限 哈哈哈哈 因為沒有了 因為折銷了 所以才是這麼大的事情 不過我從來不會想到 他想得這麼正路的 應該還有其他事情跟未 對 不過就是 不過就是 這個 有可能 那些人都是想 喜歡買場債 做個位置 給大戶 無緣無故踩這個場債 一腳 好了 上個星期介紹的 美股大膽友 有大摩策略員 Michael Wilson 被人打巴之後 就會說 會續升 這些就是 應該是最後一個淡友投降 最後一個淡友投降 通常這些情況 耶穌有教 什麼 當敵人打你的右邊 你要給他左邊去打 左一巴 右一巴 是啊 他這樣轉了章之後 好像今早 和現在的美股都一般的 還行了這麼多日子 開始 就是這樣的情形 這個天仙局 究竟大到什麼時候呢 因為 我們節目的長期觀眾都知道 美股加高位股市 是想我們 兩年前跟你說了 你可以看一下 《淺之呼吸法》 這個這麼厲害的一集 一年 不記得有四集 還是六集 的Servius 你可以看到這個 財經最大的奧秘 這些已經是預測之內的事情 所以呢 這個 顏色還有機會上 跟我們散戶就不一樣的 大戶 要部署 一件事 部署得來 剛剛就應該去倒閉的 我們還可以享受一下一陣 不過 Stay alert 哈哈 是啊 因為其實散戶轉身就很容易 走他們反而難 所以他們要搞這麼多的事情 他們可能不知道幾百億貨 怎麼走得很難 是不是 這樣子的情況 那現在呢 就是 應該怎麼看 這個 美股也是最後一段上衝的 怎麼都是最後的 那如果配合 賓神明年上選 這個股災 明年又不太合邏輯 好像今年 不是 其實呢 臨選之前 例如87 大股災 07 就頂了 然後08 就PK 所以選的 最後那段時候 也有時候 也出了嚴重的事情 是啊 還有這個 2000年 2000年 又是克林頓 我還記得 他要送個三文字給希拉里吃 我還記得 當年他退休的條片 不知道還記得嗎 什麼 就是剛剛 滾完 然後再送三文字給老婆 對 拍一條片 他要拍一條片 為了他做什麼 那是溫馨的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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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時間差不多了 這段 炒笑這段 沒有損失 哈哈哈哈 因為這個瘋狂加息 美國有第五間 銀行又收拾了 不過這間 這間 小粒一點 Hatland Tri-State 收拾了 好像一多 USD 只有幾間分行 有大有小 不過給別人的影片 都是事實 歐樂區次貴GG投影增長 是0.6% 就好過舊 做得確實好 這個意思 0.6%是好過 要高於預期的嗎 我應該說他預期低 還是怎樣 他們只不過是這個 律紀以言 他覺得你很聰明 你又升了幾個% 都是主期 你6.3%不夠好 我0.6%就好過於預期 真的神奇 我是一個證人君子 你知道嗎 這樣做嗎 真的 嘴巴頭都喘 還有歐樂區 你那支銀行每年要做一次壓力測試 他發現壓力之下有三間倒閉 這麼嚴重 其實根本不僅是經濟有問題 連財政 連金融也有問題 這件事我朋友看到很緊張 就說哪三間 我就說他不會跟你說 跟你說到你還不捉爆 立即 嚇到我實現 對吧 你要留意金融體系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穩健 當然沒有這樣的事 千瘡百孔 靠這個輸血導入 這個呢 不過呢 是歐元區那邊出事 我相信的 EU出事的 我也相信的 話畢是老美加息擺明想刺你 但留意到EU就是不包瑞士那些 不包這個 不包這個 EU包 歐元區就不包 不包老美那些 他自己搞 不知道是誰 會不會是老英那些呢 也有機會 老英出了歐了 不關他的事 歐元區 是嗎 EU 出了EU 不關老英的事 你留意一下 不過這個 唉 都沒有眼看 可能這個 可能就是收購了PrettySeries的UBS 都搞不到 寫螺蟹 還搞一下來測試 Batlock Batlock 他跟MSCI 名勝 做指數 可能是指數基金 短股 是不是這樣說 促進中企 他的指數裡面 包含了一些 給美國的 禁止投資 國家安全 給眾議院 租美眾院委員會調查 Batlock 似乎 Batlock 我對他 越來越深印象 畢竟Batlock 今次很戰爭 買起了整個烏鑲鑲 法國爛財 這些就是小事 你查就查 最多給你那些稅銀 搞定 他法國爛財 人家的國爛財 都高 大佬 真是很完美 完美賺錢 Batlock 是一個知道答案的集團 嚴重的跟進他的行為 不過 從這些案件看來 其實老美要集美資 投資中國的水盒 都無所不容其極 所以本台 其實呼籲了很久 要金融市場翻身 一定要我們中央 社保 自己投資自己 不要怕輸錢 大哥 你維持地下秩序 沒有人會維持地下秩序 靠自己 這些 你那些公司多優質 多少息都不升 這個世界 沒錯 因為 因為外資 才會維持地下秩序 那些 你沒有水入的話 變成現在低PE 很高 但是炒不上 那些個人 你這個 維持 武林正 度 只是讀書 理論上值得這麼多錢 去fs 你如果有人買下去 你會學習太多書 要職業 對吧 所以我們呼籲 不過這個應該等 等今次爆炸才做 你又不想益外资或怕外资出出入入被打劫 就自己做 等今次爆炸完之後 這浪應該會很厲害 如果沒猜錯 這個中港股到尾爆之後才會出手 就是這樣的情況 不過看劇本 就算印銀紙撤路的藉口 都是亞洲金融風暴多些 我始終都是買南韓 日本南韓產馬一碟 更加逃不出老美的魔掌 接受了老美幾百億的援助 你都想像一下發生什麼事 比亞迪7月新能源車銷售增61% 這件事真是預期以來 比亞迪全世界新能源車出口最多 你們要留意我們找一些報紙 不是找一些親中央立場的報紙 所以我們都沒有看到比亞迪有什麼車有問題 真是老實 也是 這份報紙應該就是 小小的 對小小的 也沒有看到這些問題 只是叫做特斯拉的問題 你們留意一下 沒辦法做了這麼多年這些電動車 十多年 不是最後硬上 或者是特斯拉的手機電池機車底 你知不知道 這樣串在一起 這個就是 專做車的結構 法國財長呢 他就說 哎呀 法國希望更加好進入中國市場 因為在訪問中 中國 容易一些投資 進入中國 這個法國財長 真的是發財獎 這次發財的 那頸都靈性好 沒錯 不過現在馬卡洞 就周圍蒲 因為 他傳統的地盤 不太行 那些屍軍 你不是說非洲 沒錯 哎呀 他傳統地盤 發生了很多事情 現在要周圍蒲 去找找新的商機 如果不是的話 就真的 想都不用想 怎樣可以 那些桃利老美魔獎 你知道吧 法國佬呢 其實呢 應該說 西人裡面 第一個 堆到老美霸權 美元霸權 堆到罪行 那個來的 堆了幾十年都未堆完 現在呢 就真是 有機會 就看中我們中央市場 大家可能就有 synergy 做了 再加上呢 他在傳統依賴的 這個非洲那裡 就真是滑鐵狼 現在呢 可以說 非洲裡面呢 某個權力真空出現了 就是呢 法國不行 所以呢 真的要抹著中國 抹著中國 抹著中國的 第一 有中國市場 第二 隨時呢 黏著中央 帶著中央 進去 非洲那裡 變成了 大家都可以 隨時可以 隨時有些 帶路費 對 這個 這麼大仇口 都不奇 我私以 法國大革命 是第一次中大型的 顏色革命 你不用私以了 我們已經是講過了 你講過 當然是大仇口 你真是 燒了我掃補 是不是 你現在都被人 瘋了 神經病 發改委 速消費抗投資 今天看到的報導說 要有車有樓 真的 是呀 落實了 今天 A軍覺得 起上來有點無理頭 竟然說 因為那些 落實方向 不夠了 不是呀 做了很多 連不夠 這裡我要吐槽一下 第一 其實這個 中央的資訊 就是保密得好些 老美說之前 那些大帝知道 先解決 好像蘭西 那樣 Nancy Pruci 先解決 中央就 穩陣一點 可能保密做得好些 所以股市不會這樣移動 就算好消息 大股也要收貨才移動 所以不會即移動 這是第一 第二 這個 老美開始說 不太好 應該當它是降評級 導致美股開始下射 的情況出現 下射又不奇怪 A軍 為什麼 除了很正路 評級 A加的解釋 你記得 剛才那段新聞 這個星期開始 賣很多美債 哦 腰肉上 那些 太平盛 甚至少找鬼幫襯 什麼 啊 要做些事情出來 讓人 這樣的情況之下 都要買下美債 還有 由於 我們中央 做得比較保密 充足一點 所以 就形成 要收貨的話 唯有 未有事發生之前 就唱一下 不行 製造一下 大上大落 去收貨 對 還未準備好市 是不會升的 這個人版 所以我們很久之前說過 你用腦分析的新聞是否有消息 然後看看市場 大戶就是沒有貨 這個結論就是這樣 不是說 街上的人說 這宗新聞 不知道好不好 他們已經不懂得分 不過股市跌 證明中央的政策都沒有力 這個 就賭果為因 就缺乏獨立思考 這些就是最大的盲點 炒股 如果你以為股市 永遠反映新聞的價值 你就輸 新交輸十次 都未天亮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如想想 大戶有沒有貨 然後給這些新聞你看好 他們當然沒有貨 香港 好了 瑞銀大件事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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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手 不知為何 這件事 你連壓力測試看 很多人害怕 原本瑞信 他都不走 然後船一起去到瑞銀 這一刻他就走了 你覺得 這個人呢 他是大中華市場 有兩部門 你覺得 你覺得 剛才不是說 EU有些銀行不行嗎 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他 總之EU說有三間銀行不行 現在又說UBS 有些老手要走 不知道啊 因為原瑞信 林榮明走過來瑞銀 又這樣 這一層 我們只是剛好看到這兩單新聞出現 沒有說有關 這個是財富管理部門 即Wealth 有可能是那些私人銀行 那些 Wealth Department 江湖傳說 賺了十年前 現在開始很大壓力了 我上次都說的 已經什麼管理費 收不到 對呀 還有Compliance 的費用很貴 當然了 神經病有機會 花錢 有信心 賣屎 賣屎 三元創新沒有興趣 我要賺錢 你可不可以 不要說這麼多話 好了 香港第二季豬頭餅 撿了1.5信 預期 挺失望 因為那些人 可以增加3.5信 那麼多 誰知道1.5信 大縮水 還在波叔 已經說什麼 消費券都出來了 消費券和錄東西香港 我都不太知道 開心香港 是啊 大哥 我都忙到沒有出門 其實這幾個星期 忙到我錄一錄 哎呀 這個開心香港 真的不是很棒 老實說 不過這個動漫 好像也挺棒 做人應該開放一些態度 搞多一些這些事情 是啊 芯姐都Cosplay 謝雪芯 唱歌完劇 哎呀 我一直看Cosplay那些人 然後扮得這麼漂亮 我覺得2000元的世界太美好了 哈哈哈哈 還有的 這個第二季 這樣縮髮 A軍很久之前 都曾經提及過 因為一服上的時候 那些人說 哎呀這次行 但是A軍是見過有報告 很Exact 真是成真 就是說 你一服上 以鄉島人 當然是出去多於進來 怎麼知道真是一語成纖 第二季就是這樣 令到大家大失所望 GDP的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 因為鄉島真是出去的多 進來的少 所以 令到消費等等等等的東西 就遇不到這條數目 這麼壞 是啊 我家的人都走了 連姐姐都走了 水深火熱之中 是啊 A軍都上多了 內地消費很多 是啊 是啊 真的 是啊 要搞搞 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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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麼容易 說真的 你封關 一封封封 那些人沒有生意做 一下 那些生意好像 那些植物 那樣要生出來 要時間 好像那些農作物 好像鄉島人 都已經有些改了habit 過去的三年 又喜愛夜蒲 變了不如 不用了 星期六日 星期五晚 還是去深圳蒲 蒲捉三天兩夜 那些 以前都是這樣的 再之前 已經是這樣的 再之前 其實都留港都多 但是呢 這個疫情過了之後 我發現 就好像更加 沒什麼心機留港 是啊 是啊 我就留在港 我都已經掉了六 不要那麼多 然後這個 這個 港樓黑仔王 買四間 輸半億 那當然是 很嚴重 為什麼呢 他當然不是財經ABC的粉絲 哈哈哈哈 因為他買入了我們多次點名 提醒大家的一區 一區 一區 哎呀 東九龍 不是 都 看得 東九龍都將會 一般的 看樣子 我看得到 起了很多樓 何文田 是的 就是最著名的何文田 只有醫護會住的 正常 你回金融工 就住不到何文田 很不方便 是啊 轉幾次車 我們經常都說 近的地方 即是近上班 而那些上班的地方 是西人上班的地方 因為西人是有Housing Allowance 租盤才能頂得住 何文田好住 但是少是西人 我好住也有保留 總之西人是不會過海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講完 九龍站的極限 除非你是ICC 九龍站的極限 沒有這個去邊界 就是這樣 這個是很久之前 這個樓市的秘密 我們都提過 這樣 這一區是一個盲點 三大奇蹟盤 第一是九龍站 第二是李頓山 第三是寶翠月 就是山雞變鳳凰的故事 我見到只有這三個 其他都沒有 即是八石角死了 你見不見 我都沒有聽 八石角 風水也沒有問題 他是旺了 不過他旺的level 不會去到中環 他是旺了很明顯 起多的樓 所以風水沒錯 不過他的程度 不會去到那裡 怎麼在那裡上班 八石角 還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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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Fitch 就降評級 老美 今個星期 開始大賣美 制華賣場債 還有什麼 還有與此同時 YCC 多加他一腳 為什麼要這樣做 不是應該是 是努力加油賣光 國債 似乎 應該有人想大手買 10年 國債 還要做個好價錢 如果有人買了位 之後 QE 就不遠了 QE之前當然有股災 不遠了 沒錯 沒錯 老美 開放大賢獲 所以真的是 有港利台 沒有窮人 那就來指望 明天再見 拜拜